刘嘉玲的私生子日夜照顾她 刘嘉玲话聊嘴破更大动 指甲发黑 梁朝伟大哭喊话 会 陪你一起走 刘嘉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与侄子的合照 开心庆祝她完成学业 两人并肩而战 长相宛若母子 刘嘉玲更是笑意盈盈 显得十分开心 刘嘉玲现年54岁 但状态比年轻人还要好 和侄子站在一起的她 打扮杨气 身材娇好 画住精致妆容的她 让人感觉十分有魅力 一旁的侄子更是高大帅气 面相和善 看起来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网友们看到二人的合照 也纷纷前来围观 大家纷纷感慨两人长得太像了 尤其笑起来更是一模一样 家族基因真是太强大了 不过大家在讨论刘嘉玲与侄子的时候 也替她有点惋惜 因为她至今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与梁朝伟结婚多年无子 也成了刘嘉玲被热议的一个点 夫妻俩颜值这么高 而且物质基础强大 如果能生个孩子那就更圆满了 早年关于刘嘉玲与梁朝伟 求子的新闻一直都比较多 但近年来关于他们生子的消息 却少之又少了 也许两人真的为此努力过 只是与孩子缘分较浅 没有达成怨望而已 虽然没有孩子 但刘嘉玲生活依然充实 闲暇之余爬山赏景 生活也充满了乐趣 梁朝伟生日时 她还精心准备了礼物 邀请了两人的好友一起来庆祝 也是个比较有心的人了 刘嘉玲在娱乐圈打拼多年 人脉资源比较广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却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毕竟她早年的经历 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